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万公民将会丧命 第一军情作者 行星之火 别看美国拥有全世界最强悍的军事力量 在全球范围内横行霸道 但实际上美国也是一个最为姓名的民族 曾在二战中 美国为了自保 对德意欲法西斯的疯狂侵略 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一直持坐山观虎斗的态度 直到日本突然偷袭了卷入港 美国才被迫卷入战争 在后来的硫磺岛之战中 美军损失惨重 为了避免牺牲更多美国大兵 美国决定对日本使用核武器 最终迫使日本投降 从而一举占领了日本 而现在 美国正是图点燃亚洲火药桶 朝鲜半岛的战火 既然美国如此机命 那么美国就应该顾惜 所有海外居民的生命 就在刚刚俄高官发出了攻击朝鲜美国 将死伤20多万人的严厉警告 这其实是在有意提醒美国 不要试图挑起大战 多想想美国公民的性命 日前 据观察者网综合报道称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负责人警告称 在朝鲜半岛进行全面战争 将会使成千上万在韩美国人丧生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尼古拉帕特鲁舍夫强调说 美国很清楚 潜在的军事袭击将造成在韩国生活的25万美国人 遭受重大的人员伤亡 帕特鲁舍夫强调 如果朝鲜半岛发生大规模敌对行动 数万名美国公民将死亡 他还表示 众所周知 这样的结果用真实语言来说 是每个国家都不可接受的伤亡 事实上 在半岛面临一触即发的临战形势下 俄高官的警告值得深辞 虚指 朝鲜此前将上万能火炮和大量导弹 部署在三八线附近 甚至朝鲜的火箭发市场 距离首尔只有五十公里 对首尔造成了严重的军事威胁 而首尔人口多达一千万 集中了韩国总人口的五分之一 在这上千万人口中 美国驻韩军队及及家属 以及生活在韩国的美国人 共计二十五万人 糟糕的是 朝鲜将美国驻韩基地 及军队 早已越为重点打击对象 在短时间内撤出美军家属 在敌对行动中受伤 在长达十三年代 爱富汗战定中 为了 东西连接欧亚大陆 和中东地区的心脏地带 美军可谓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 美国对付爱富汗尚且如此吃力 更何况对付现在拥有核武器和洲际导弹的朝鲜 因此 美国要想进攻朝鲜排虚三四二号行 需要注意的是 半岛局势已经陷入了恶性循环 而这个责任必须由美国来负责 尤其是特朗普上台之后 改变了美国前几届政府 对朝鲜较为温和的政策 采用的是强硬的军事威慑手段 正是美国的恐吓威胁 才逼得朝鲜加紧发展克务 这使 原本是与黄和的半岛局势 再次变得紧张不安 美国之所以平行威逼朝鲜 其主要目的 就是利用朝核问题绑架绿航 牵制中俄 将东北亚战略主动权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 但美国万万没想到的是 朝鲜核武器战胜速还是试了一枚 能好称打击到美国本土的洲际导弹 这大大超出了当初的预期 依据现在的情况来看 朝鲜正在失控 一旦被逼的走投无路 极有可能会启动和按钮 届时不止在韩国的美国人 就连日韩甚至美国关岛居民都将受到严重的生命威胁 既然美朝陷入了恶性循环 随时都有爆发战争的可能 会让美日韩三国居民遭受核攻击 那么就应该想办法来解决这个恶性循环 对此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尼古拉帕特鲁舍夫说 这个恶性循环只能由政治和外交手断来打破 他强调 北京和莫斯科正在推动包括朝鲜停止核岛试验 以及美国停止在朝鲜半岛进行军事演习的全面路线图 显而易见,外岛大战会引发灾难性后果 这绝不是中俄所希望看到的 为了有效降低战争风险 中俄做出了许多努力 比如,中国提出了烧鬼并进思路和双暂停的建议 俄罗斯则提出了解决朝核问题的路线图 中俄的一致目的就是通过外交和平手段 让美朝双方冷静下来,重新回到谈判桌上来 阻止双方和平 当然,现在的美国是骑虎难下 美国政府内部主张,对朝动物的声音越来越多 朝鲜也发出了用核武反击美国的严厉警告 可以说,两国谁都不肯相让 这就让半岛局势直接陷入了死局 但要解开这个死局也未尝不可能 关键是看美朝双方有多大诚意 是否新存和平练响 声明,以发现多家媒体为金兽全转发第一军情文章 为尊重原创,转载请标明出处 微信公众号转载请联系管理员开白名单 敬请配合